在這個VR的使用最大的好處大概就是在於 它能夠把這個2D的這個影像 像比如說我們影像中看到腫瘤的部分是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腦下垂體的腫瘤 這是腦下垂體的位置 那它的腦下垂體它本來座落就是在乳體 一個整個頭顱來說就是這個正中央的一個位置 那在這個地方長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腫瘤 那手術的方式有很多 你可以選擇開乳的手術從這個側邊來 那當然我們今天所選擇是一個精油鼻腔內視鏡的手術 那直接從這個角度來在乳體最深處的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影像中 當然在側邊的地方這個是頸內動脈 這是我們供應從這個心臟發出來 供應這個頭部最重要的腦部的最重要的頸內動脈的血管 那左右各一條 那這個垂體的位置就是在於這個兩個頸內動脈的之間 那腫瘤當然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面臨的就是說 怎麼樣在這個途徑中 辨別這個最重要這個血管的構造 那安全的把這個腫瘤它所該曝露的位置曝露出來 那安全的進入到這個空間 來移除這個腫瘤 因為這個是一個爐底的手術 我們必須在鼻腔裡面把這個空間的部分做一定的 一個破路出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腫瘤所在的這個位置 那現在我把腫瘤點出來 你在這個這麼遠的距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腫瘤在這麼深處的地方 那我們的工作經由鼻腔的手術 我們就是找一條路 那進到這個腫瘤這個位置 那當然這過程中會有許多要去注意的 比如說這個血管的部分 血管的走行 這個當然是在這個靠近腫瘤的時候 這個我們會去特別去注意的 那在現階段來說 這個因為這個都是實際上從電腦斷層轉化出來的影像 所以這個位置上面是正確的 這個大概是準確度來說這個是無憂致的 我們現階段這個1mm一切的這個 一般在手術前 或者是說臨床上使用的這個1mm一切的 這樣的一個細緻的程度來說 能夠重組成這樣子 對我們臨床的幫助已經是相當的不大 那這個同樣的這個靜脈的部分 在這個手術區塊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先展露出來 那今天這個手術 當然我們的目標剛剛看到的是要 這個進到這個 這麼深的這個乳底的地方 鼻腔的開闊 在乳底手術 就是必須把這些鼻夾 某種程度的做一些玻璃 那有些時候我們會在這個鼻中隔的地方 看到一些彎曲 那比如說像這個病患 這個有一些鼻中隔的彎曲 那我在影像中 我在很直覺的就看到 它這個鼻中隔的彎曲是偏向左側的 那如果我要從這個 取這個鼻中隔的黏模板 來做這個束後的重建 那麼我就會選擇另外一邊 那當然這個是我在看片的時候 或許會忽略的 但是當你有一個3D的VR的呈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這些細節你也會自然而然去注意到 那這個是它的中鼻甲 我們會做了一些組織之後 一路的進來 那這個就進到了這個所謂的蝶痘的構造 那在這個手術裡面 當然我們要進到這樣的 因為鼻痘是一個很大的很多的空腔 那在這個空腔叫做蝶痘 蝶痘的空腔裡面幾乎是最深的一個空腔 如果你沒有這一般的門診的檢查 或者是在這個直接從這個鼻孔這樣看進來 你不可能看到這裡面 所以在這個裡面細部的這些骨頭的走向走行 跟這個血管之間的走向 這樣在過去我們的2D的影像 你幾乎是不太可能直接的呈現 你只能夠憑著經驗來試著去找尋 像這樣的突起來這些段落 然後來對應這個跟它是在中間的位置 或者是說它是靠近頸內動脈的位置 來提醒手術中避免犯的錯誤 但是現階段我們的重組的影像 直接進來之後 幾乎就告訴你 當你實際上手術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真實的影像 在這個跌鬥裡面的構造就是這樣子 這某種程度 手術只是你在複習的這條路徑的過程 那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你會犯錯去 在這個空間的概念裡面 會造成這個迷航的犯錯的這個機會 就相對的小很多 所以這再來是目前VR的運用在這個 實際上手術虛擬模擬的條件 很好的一個構造的一個功能 那當然這個手術我們 那當然這個手術我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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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延 同